字幕提供 老師啊 QA 時間了啦 來言行低功一下啦 電影世界末日的隕石撞地球 會造成生物物種滅絕這樣 這一些死掉的大量靈魂 不就無法投胎了嗎 那全部死掉之後就沒後代了 那會不會投胎變成外星的 首先要了解靈魂是不滅 這些靈魂可以依附在各種生物身上 比如說他投胎可能變成狗 他可以投胎到這些其他的生物上面 當然也有可能投胎成外星人 那這個又牽扯到多重宇宙的概念 正常我們這個宇宙的靈魂是固定的 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但是如果其他的宇宙的靈魂 跑到我們的宇宙來 可能靈魂就會增加 大量往生的這些靈魂 也有可能跑到其他的宇宙去投胎 但是多半都會留在這個宇宙 就是在宇宙 那你不見得會投胎成人 或是外星人 也有可能是動物 那是磚崩溼溜溜嗎 全部都死了 人全部都死了 那只是你這個星球啊 其他的星球還有生物在啊 對啊 你這個星球都死了 那你可能就投胎到別的星球去 那你還是在這個原本的宇宙裡面 這是印尼恐怖電影 魔鬼的勤儉 他女主角長大之後發現 爸爸把全家子女的性命 跟魔神娜做交易 然後交換榮華富貴 那請問父母真的可以拿子女的性命 來跟魔神娜做交易嗎 基本上是要個人 別人代替你跟他談條件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我幫你去談 那是我跟那個鬼魔神娜的事情 你並不知情啊 對啊 那也許這個合約就是失效了 除非你也答應了 你懂我意思沒有 他爸爸去跟魔神娜談 如果他所有的子女 都OK 都OK 我的命都交給我爸爸 我爸爸要怎麼處理都可以 如果他的子女同意 那他爸爸去談 就可能會 才會生效 對這個合約可能會生效 那如果只是他爸爸一個人 那就是他爸爸一個人的生命 交給魔神娜 魔神娜也不會去接受說 你子女的 因為其他的子女他並沒有答應 那是別人講的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幫你們公司談 你們公司一半的員工 都跟魔神娜交易 那你們公司一半的員工 不就都掛了嗎 Wait a minute 人被殺死 變成冤魂來復仇 那被冤魂給害死 那該怎麼復仇 基本上你就已經死了 你怎麼復仇 你沒有辦法復仇 你也不知道他被害死了 你是死了之後 你才知道說 我被冤魂害死了 那你們沒辦法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啊 就是 對這個 會被冤魂害就是 我被冤魂害了 我知道我還沒死的情況之下 我知道有鬼來抓我 我才會去找神明來幫我 如果我已經死了 你就是到地府 就是請原諾王來做主 網友買了36張老底片 那上面卻出現了 一堆人在那個 一堆人在上面打手影 那請問 會不會對這個網友有影響 我感覺這個照片比較像是 他照片沒洗好 其他另外一張照片的影像 重疊到他原本的這一張照片 假設是我好了 會對我有影響嗎 不會 不會 中國有民眾投書 他家隔壁鄰居 在馬路上蓋一座墳墓這樣子 他正對的就是 在乎人家的門口 對方也就是 仗著自己的勢力 請問這該如何化解 正對著他家的門口 對對對 那如果他的墳墓前面 蓋了一棟大樓 這個對他墳墓不好 對這個墳墓的值 後代子孫也不好 他這個墳墓 從這張照片看起來 沒有辦法看到說 他這個墳墓的前面 的房子距離他多近 然後多高 如果越高這個煞氣就越重 對這個墳墓來講 對這個墳墓來講 那是不是影響這個墳墓的風水 那影響這個墳墓的風水 他後代的子孫就會不好 他會先敗啦 如果這個墳墓的煞氣很重 也許會有事 那通常這要怎麼去防範 是上八卦鏡嗎 還是什麼 如果他這個有煞氣 要把這個煞氣封起來 對 直接對那個墳墓做進去 對對對 那至於是什麼法術 就是我們之後再私訊老師 對啦 興趣的人再私訊老師 如果你說我簡單一點的話 那當然你就先買個三海鎮八卦鏡 你先把它鎮住 就是擺在門口 對對對也是可以啦 再一題 那個如果全家移民了 沒有人掃墓那怎麼辦 那如果是住歐洲的話 那可以把就是這個墳 遷到歐洲 遷到歐洲是比較不太可能 你要在歐洲你要有這個風水保定 他們的法規可能比較嚴謹 但是一般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我把骨頭撿起來放到靈骨塔去 然後我就不用回來掃墓 現在的做法大部分都是這樣 就是可能 繳了年貝然後有人幫我拜這樣 對對對 或是說他每年這個清明節啊 重陽節啊 或是中元節 他普度超度的時候 你就匯個錢給這個靈骨塔 請他幫你報名 讓你祖先也可以得到這些法會的回向 這樣就好了 好 那再來就是那個 烏俄戰爭就是打了一年的啦 好像今年是滿一周年這樣子 那老師怎麼慶祝別跑 就是我們開鍋滿半年 怎麼慶祝啊 下無尊裸奔 Eason拿個皮鞭在後面抽牌 快跑快跑 老師你很狠耶 哈哈哈慶祝啊 慶祝啊